大家好,今天我们说一个生活话题吧 昨天晚上因为请两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一起吃饭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谈到了中国的一个现象 我们就这个现象就讨论了很多 关于中国大陆和北美西方这边的一个现象 他们说在中国大陆南方某一个城市 举办了一次叫相亲大会,相亲角 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大龄的圣女 希望能够找对象 这些人的条件都不错 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高有身高,要工作还有工作 这批人呢就是找不到对象 所以有那么一个机构 就我这个朋友他认识那么个机构 他们就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地方 组织了一次叫相亲大会 男女都是自愿来参加的 做了很多的广告很多通知 到那天结果呢来的全是女的 男的一个都没有 这个现象呢就是大家觉得刚开始的很不正常 很奇怪,看上去很奇怪 为什么说看上去很奇怪呢 因为中国在有一段时间 就是只能生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大家都希望生男孩 所以如果生了女孩了 如果发现了女孩了 不要,或者采取一些措施 所以在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在那个独生死那个年代 人们说女生少,男生多 等他们长大以后 当要结婚的时候 女生就变成了香伯伯 男生就变成了不值钱的那个人群了 这些孩子恰恰就是现在的 要找对象这帮人 也就是说这些人你去问的都是独生子 好,那既然独生子这个年代 既然是男生多,女生少 为什么一个相亲大会,一个相亲角 结果男的一个没来 全是女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国内有很多评论了 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评论的标准 就是根据大陆人介绍啊 现在在大陆 女人要想结婚 要这要那 有一个词叫彩礼 对吧 你得给我钱 你得给我车 你得给我房子 这个开出的价码啊 现在都已经都明码标价了哈 什么什么地方彩礼多少 没有这个 你想都不想 碰都不让你碰 他们开出的条件 个个都挺高的 因为这些女人都想利用这个婚姻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 哎呦公主 我从此就享受荣华富贵 你还得长的精神 你男人还得是一表人才 可是这些条件开出来之后 真正能满足他们的不多 有一些人 男生 能满足他们 可是你反过来 在站的男方 这个角度去看 从来没有听说过 男人 娶老婆 要开出条件的 没有 现在在中国大陆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都是 要彩礼 要到现在 这批中国男人 烦了 给弄烦了 因为你女人 你开出那么多条件 可是你有什么呀 你要钱没有 要房子没有 要汽车没有 甚至有些要好的工作没有 你狗屁都市 你还想找一个白马王子 可能吗 而且现在离婚率特别高 就是稍微一碰就离婚 人家又有钱 又有房 又有车 又工作 你一个穷光蛋 你一结婚 你趴一离婚 你男人财产一半 已经有N多的 这样的案例了 所以现在这些 中国的男人呢 就都不玩了 不跟这帮人玩了 他们去娶那些 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 还漂亮 俄罗斯女人 和乌克兰女人 真漂亮 甚至娶越南的 缅甸的 老窝的 我说的这些国家 他们讲 没有一个国家 找你要彩礼的 根本就没有 三万五万人民币 就人家已经很满足了 本身要彩礼这个事情 应该就爆发于中国 从中国爆发出来以后 整个从南到北 统统的要彩礼 上来就要钱 那你要钱的话 这女人是不是当一块肉 给卖出去了 他们不觉得 其实在男人的心里边 你要钱可以 我给你了 可是在那一瞬间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 就是你就是一块肉 不就是 将来你别怪他 看不起你 因为你张口就要 所以这个话题 在中国已经不新鲜了 这些男人 一听说 这个是相亲脚 什么都是 大龄的圣女 不去 他们知道 去了也没戏 去了 一 也不符合 这些女人的条件 二 那些女人 他们也看不上 所以他们宁愿去找一些 他们认为更简单一点的 也许 学历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牛逼 没那么牛的 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大龄的圣女 还是一个个捧着 有些还都是 我到海外留学回来的 我有扬文凭 我一定要找到什么 有一个特点呢 在海外留学的女人 回到中国大陆以后 如果她不降低那个标准呢 她永远找不到了 因为好男人不找她 就你这样 好男人找你吗 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这个 索要彩礼这个话题 在中国大陆 在男人中间 谈了那个话题 就已经很自然的 把这些要彩礼的这些女人 这个社会地位 就一下子就看低了 这不怪男人 是他们自己 因为你要钱 因为你要卖你这块肉 那你还不让别人 看不起你吗 这是肯定的 在日后的生活当中 就会有一些事情要发生 当发生的时候 这些都是一些导火索 那说到这儿呢 本地的一个朋友呢 就说起这个大陆的女人 大陆女人现在有一个特点 就是索取 就是药 在这边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们不说名字啊 我们只说这个事情 这边呢 有一个红娘 就是婚姻介绍的一个朋友 她是做这种红娘的 她左手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 是很有钱 有上亿的资产 他们就说这个是 中国大陆 现在来到北美这边的 有钱人超级多 上千万美金的房子 上千万美金就是 两千万美金 就是上亿人民币了啊 他们这些人 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 投资移民 大陆现在确实有钱 来这边的投资移民 非常之多 不像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我们刚来北美的时候 有一万刀 两万刀就很好了 哪有 都没有听说过 上千万美金的这个 这个词儿 没有听说过 几百万都觉得不可能 几十万就是大款了 现在呢 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 投资移民 他们都有上千万 美刀的资产 也就是人民币都是上亿的 这些人来到了温哥华 来到了北美 所以这个红娘手里边 左边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呢 很有钱 付了一大笔这个中介费 说你给我挑 好的男人 这个女人呢 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文化呢 是小学 没有读过书 曾经嫁了一个老公 这个老公呢 是在当地非常有钱的 那离婚以后呢 他很自然的就能够 得到一大笔财产 这个都没有什么 都属于很正常 在中国大陆 一些特别有钱的人 一旦发财了 都是上市公司老总了 都是付的不得了了 给大老婆一点钱 让她走 然后娶一个年轻的小老婆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也无可指责 我们不去评论他们 就说这个大老婆 小学文化 当时嫁的那个人 现在成为富翁了 离婚了 那人家也对他也不错 我给你一笔钱 上亿人民币的资产 你去出国去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条件就是小学文化 然后英文也不太好 但是具有钱 买的N多的房子 这个大房子 房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美金的房子 好几个 很有钱了吧 好 他托这个红娘找一个男生 按照这个红娘右手 确实找了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呢 就仅仅比他大四岁 是硕士博士学历 而且有非常稳定的工作 长相还非常好 各方面都非常不错 这个时候 男方呢 给这个红娘开出的条件就是 之前因为离过婚了 所以希望能够找一个比较成熟的女人 能够组建一个家庭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红娘呢 一看说这两个合适 按照双方开出来条件的合适 所以就约了个时间呢 让他们双方就见面了 这一见面以后呢 从表面上看 还行 年龄也相仿 长相嘛 OK 所谓差距就是 这个男生的资产没有那么多 男生他是一个技术移民 有学历的人都是技术移民 但是人家工作稳定 也不缺钱 可是女方呢 虽然是没有文化 但是呢 资金比较雄厚 这样有一个互补 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其实 作为红娘来说 她认为是成立的 就是 你虽然文化不是很高 但是你资金比较雄厚 这个人资金不太雄厚 文化很高 这样两个人凑到一起 互相的取长 补短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搭配 红娘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 如果说两个人都贼有钱 这个女方有上亿的资金 男的有上亿资金 这俩能过得一取吗 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这男的绝不要这女的 就是我有那么多钱 我要你一个60岁的人干什么呀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两个都没有钱 这个有50%的可能 就是如果都没有钱 都不那么富有 但是有很多的共同的东西 也不是不行 所以都没有钱是可行的 两个富人 这个是不可行的 但是一个穷一点 学历高一点 一个富一点 学历低一点 这样如果能够达成互补的话 这样的结构也是可行的 作为这个中介这样的判断 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双方就见面了 见面了以后呢 一见面互相都认为 OK 可以继续往下进行 好 那这个红娘呢 就撤出 你们就慢慢沟通沟通 在沟通的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作为中介 这个红娘呢 她就随时会跟双方取得一些联系 就是怎么样了 你们走到哪一步了 所以这个中介和女方 在沟通的时候呢 就知道女方要求的条件呢 是这么几个条件啊 女方要求这个男生要脾气稳定 所谓脾气稳定就是 你不许发脾气 你不许发火 你不许冲我怎么怎么着 这个呢 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男生呢 这个能做到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 这个女人提出条件呢 就是在生活当中 在今后接触交往过程当中 一切都要服从这女的 百分之百都要听这个女方的 这个条件开出来之后呢 从旁观者来听的话 其实已经有点不靠谱了 就是你目的是不是要组建家庭啊 家庭的话 它是一个互相一个商量的过程 可能你正确 可能你不正确 但是在商量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 大家不要去较之 就可以了 就是男的多让一点 或者怎么样 这是一种科学的说法 但是作为这个没有文化的这个女人 有钱这个女人 她就说你百分之百得服从我的 好 红娘呢就问这个男生 这个能不能接受 这个男生呢还接受了 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脾气稳定 因为过了六十岁了 基本上脾气是稳定了 就是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气盛 到了这个年代 如果想明白了 脾气稳定 她说这个没有问题 另外问这个男生 是不是百分之百要服从这个女的 这个男生呢想了想了也说 其实也可以了 为什么说可以了 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段呢 已经没有孩子的问题了 没有财产的问题了 那剩下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了 这些小事情 鸡毛蒜皮的柴米油盐 这些东西呢都听女方的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男方呢 就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要求 也认为呢也可以做到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就继续往下进行 那就等于是第一个回合呢 OK可以往前走了 那在后面的走的过程当中呢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男方 比较主动的 比较礼貌的 去给这个女方 发一些信息 发一些问候 而这个女方呢 从来不主动 这个一天两天可以 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久了 就显然不行了 因为男方 他是有文化的人 有文化的人 懂得礼仪 尊重 尊重谁 尊重彼此 他既尊重对方 他也希望尊重我自己 男方这个条件 绝对不可能去做狗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条件并不差嘛 也不缺生活费 也有自己的房子 学历又很高 长得又很好 一米八 一米八二的身高 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呢 这个男生呢 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 他问这个中介 男方不明白 这个女的是真的想 组建一个家庭 还是逗着 拿钱逗着玩玩 找一种感觉 找一种什么感觉呢 找一种 仆人的感觉 就是我找个 用人的感觉 这个女人呢 从她的内心深处呢 她是 就想找一个用人 你想 如果你花钱了 你雇一个用人到你家 这个用人保证 对你是百依百顺 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哪怕你说错了 她也得做 对吗 这个用人 她百分之百的 不可能对你主人 去发脾气 所以这个 有钱这个女人 其实 她所要找的 不是找一个伴侣 她所要找的是 找一个用人 听她话的用人 以她的钱 雇一个用人 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红娘呢 再次问这个女的 说你对未来 是怎么个计划的 这个女人呢 就是说 我过去吃了很多苦 很穷 没有文化 现在我有钱了 孩子也长大了 毕业了 也不用我管了 我今天开始 要为自己而活了 为自己活着 就是我想 终于想明白了 她认为这是一个升华 过去她说 她可能为她的前夫活着 为她的孩子活着 今天要为自己而活着了 听上去也没有错 但是逻辑上是有错的 所谓为自己而活 这样的一种论调的女人 就是一种索取型的 就是我今天我要做皇帝了 以前我做牛马 我给孩子做饭 给我老公做饭 现在我要做皇帝了 我要找一个人 跪在我脚底下 今天你要 一切要为我 就跟前面我说 中国大陆那个现象 一个样子 就是他们只想索取 只想得到 只想让别人去对他关心 对他关爱 而他不考虑去关心对方 所以对方发的信息 他也爱他不理的不回 他也从不主动的给男方 去发任何一个问候 你怎么样了 哪怕一句关心的话 一句话都没有 这个就是女方 红娘在去问男方 问了男的 说你对你的未来是怎么看的 这个男生呢 说出来的是跟这个女生 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这个男生呢 说前面有过结婚 也有过孩子 孩子也长大了 现在离婚了一个人 在过去的婚姻里边呢 这个男人呢 由于他一直注重工作 去奋斗 就没有去用心的 去关心过他的前妻 以及他的孩子 也在关心 就没有那种全心全意的 因为毕竟有工作嘛 那现在呢 已经没有孩子了 什么都没有了 男生是说 我找一个人 我可以现在开始 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了 全心全意的 把一分温暖给付出去了 所以这个男生认为呢 可以做到全心全意的 为这个女人去付出 也就是说 当我们付出一种爱 其实也是一种 自我安慰的一种感觉 我能付出去了 我不图这个回报 男生的境界在这儿 男生的境界是要付出 我只关心你 只爱你 至于你爱不爱我 问题不大 这种境界 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 而女方呢 是我要索取一份东西 我并不想爱你 这两个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境界呢 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红娘呢 也感觉出来了 但是这个红娘呢 她并不评判谁对谁错 她认为每个人 都有每一个人的观点 他们俗话叫三观 我倒不认为这是三观 这就是有一个观 就是你这个感情观 你是付出型的 还是索取型的 如果两个都是索取的话 合不到一起去 如果一个付出 一个索取 这个看这个付出的人 能坚持多长时间了 一般坚持不了很长时间 如果两个都是付出型的 这个就能够永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case里边呢 这个男的是 现在是要付出 所以对女方提出来的 你要百分之百的服从我 你要怎么让 这男的说可以接受 这没有什么 这要求还不是很高 他其实还可以付出更多 但是这个女的呢 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觉得这个男的 不能像舔狗一样 天天舔的 然后这个女的呢 就跟这个中介说 我不想再跟他联系了 他达不到我的要求 最后这个中介呢 就告诉男方说 人家已经不想再跟你联系了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当然说到这儿的话 我们就开始来分析case了 这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讲过的 就是这个女人和中国大陆的这些女人 她是同一种思维 这种思维就是 你要对我好 你要给我 我要得到什么 我要为我自己活着 听上去没毛病 但是 在夫妻之间 就有毛病 如果两个人都是索取的 你必须对我好 他也是这么要求的 很快就碰钉子了 就炸了 就分手了 对吧 那现在这个case里面呢 是一个人是希望付出 一个人呢 是希望索取 如果单方面的付出 单方面的索取 能够往前走 已经不容易了 但是呢 一定走不长 一定走不长 这个男生 后来也说过 也提醒过这个女的 说 感情呢 是相互的 就是 我可以对你十分好 你至少 要对我有一分好 我也不要求你十比十 去回报 你如果 我对你十分的好 你对我一分都没有的话 这个容忍度是有限的 这个人 他毕竟他是有感情 对吧 每个人呢 也自己的 就是内心的空窗期 在内心的空窗期期间 他也希望有人关心他 尤其男人 是这样的 现在整个这个 在华人世界 我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其他国家什么情况 那我通过这两个朋友呢 告诉我中国大陆的情况 以及通过另外一个朋友呢 我们来讨论在北美的情况 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 就是 中国的女人都要索取 都要从对方身上 拿到一些为自己有利的东西 包括情感 包括金钱 包括一切一切 而中国男人能忍受这样的 中国男人 其实不多 如果能忍受几年 这已经是很好男人了 忍受一辈子是不可能的 如果原配夫妻 可能能忍受 因为为了孩子 为了什么 就不要离婚了 到最后反正就是 住在一起 就跟同志一样 反正谁也甭碰谁 谁也别骂谁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不提离婚 就这么凑合过 当个伴 当个屋里 还有个声音 总比一个人要寂寞 这个是很多 现在不离婚的人的一个常态 就活在家里 任何亲密东西没有 因为谁都想索取 行了 我从你身上索取不到 我就到外边索取去 这很简单 我花钱 什么都买得到 温柔 体贴 什么都有 干嘛在你这 受你这窝囊气 有些女人觉得 你出轨了 离婚 男人出轨 不怪男人 男人出轨 怪怪你这大老婆 是你不会做人 是你把她踢出去的 如果这个大老婆 在家里边 能够做到 外边女人所做到的 那些温柔 这个男人 我相信他不会出轨的 就好比做饭 我们有时候改善伙食 到外边去吃点餐厅的饭 为什么吃餐厅的饭呢 餐厅饭做的比较香 比较好吃 改善改善口味 对吗 如果家里这个老婆 做的饭 比餐厅做的饭还好 请问这个男人 还要出去吃吗 不会了 因为你做的好 对吗 换一个话题 一模一样 如果你在家里 能对他好一点 他不会到外边去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正因为在家里边 你不给他任何的温暖 你只想索取 那最后没有办法 男人只能到外边去了 所以这个婚姻的悲剧呢 女人不要老把这个东西 怪男人说 他出轨了 他出轨了 好多 比例很高 男人出轨 就是你的责任 但是中国女人 不认为是自个儿的责任 他认为是这个前夫很缺德 出轨了 他认为他自己还做得很好 看不清自个儿的弱点 不明白道理的人 这样的人到最后就没人要 就是这么简单 回过头来我们说 大家讨论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虽然是男多女少 可是中国男人现在呢 被删的一股疯 就是娶俄罗斯女人 娶乌克兰女人 贼漂亮 娶越南人也很漂亮 娶泰国的 娶老挝的 因为人家不要采礼 这种要采礼的人 其实就是把自己 当作一块肉给卖出去了 他自个儿都丢人 丢的这样 他都不知道 他就特自豪 我要点钱怎么了 我要丢人现眼 自己不明白 这个就是一种悲哀 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呢 挺严重的 包括在北美 我们周围所遇到的一些人 其实跟中国大陆很像 就是他的脑子里边 没有文化不是错误 但是这个脑子里边的思维的 伦理道德的标准 这个不是你能提得上来的 他就在那个地方 我不是说农村人不好 他就是出生在一个农村地方 他那个意识形态 他小的时候已经形成了 你给他再多的钱 他还是那个意识 他永远改不了 所以他在接触的时候呢 这些人他就只能找到同类的人 觉得很愉快 他要找一个 这个意识形态 level很高的人 这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呢 就是大家茶余放后啊 再聊 再说取这些八卦 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台湾那边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要不要彩礼 女人是不是这种样子 男人有什么疾苦 我们听的男人的故事比较多一些 所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好 以上只是一些生活点滴百姓故事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